周立波回国后曾接受媒体采访,网上图片9月13日,周立波在自己微博发表文章, 趁我已在美国,我已在应诉,我已在起诉,我已在用法律捍卫我的尊严,捍卖我家庭的尊严,我已在用实际行动,捍卫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尊严和权利。 据悉,8月23日,周立波在微博发长文回应燕军起诉传闻,称将马上会去美国堂堂证证,应诉反诉。 据报道,燕军已经于8月17日,被罢罪在纽约东区联邦法庭,正式起诉周立波与其妻子蝴蝶,并要求索赔4500万美元。 8月13日,周立波曾在微博发长文,实名举报了燕军的种种行为,并喊话要对部公堂,燕军四番起诉,也宣告两人关系正式卷恋。